Hello 新一集 輪到餘下六個新潮的運程 馬 羊 猴 雞 狗 豬 身邊有沒有朋友是這些新潮 有猴和豬 事不宜遲馬上說馬仔馬女 馬仔馬女去年經歷過沖太水 人生很多動蕩很多變化 搬屋各樣東西轉工 來到今年OK了 走出谷底了 可以休息下落一年 今年的吉星還要比較多 所以事事順境如意 它有的吉星是天灰、天柱、月德 空星方面有咸詞和大號 天灰這顆星是貴人方面的星 尤其是工作上會得到一些男星 連長的貴人 如果上司是男星更加好 還有可以得到一些上司的眷顧 那真的差很遠 注意如果是馬女的話 很容易會因為男星長輩的上司 因為我們叫做喜歡你 即是看你 看你 所以小心一點 所以容易被身邊的人誤解 小心這些傳聞 匪問 另外天廚星說煮飲食 一看廚之後有食物 喜歡到處享受美食 還有今年來說 也喜歡自己下廚煮幾道 那屬馬的人今年都很開心 另外有一顆月德的貴人星 這顆是一等一最大的貴人星 譬如天德月德 還有天月貴人星也是很大的 所以這顆月德星去拱照著你 今年來說 無論遇到什麼困難 都可以問一下身邊的朋友 求一下做 亦都可以幫助你 即是問一下年長的人 都會有得益 另外不好的聲音就是咸詞 就這樣聽過名字 你覺得是什麼 咸詞就是咸濕 即是咸濕 即是咸濕 即是很多時候我們講一些 叫做不正常桃花 或者有身體接觸的桃花 即是不倫之戀 婚愛情 即是那類 這些就嚴重一點 可能有些就是說 大家的身份 就很尷尬 或者不適合底下 就展開了一個追求 即是可能咸著了 所以要留意一下 因為很多時候咸詞桃花 即是一下開心完 其實有很多手尾筋 可能甚至乎會拖低了 即是自己本身的名譽地位都會 或者拖低了自己的運程 即是如果拖低了自己的名譽地位 即是你坐的士就小心一點 公共場所就不要做些不好的事 被錄了就麻煩了 另外有一顆叫大號聲 大號聲 顧名思義 就是說 講得好聽一點 就是今年個人特別豪爽 即是很多東西是花了錢 對 不介意花錢 大洗 所以要注意一下 然後到熟羊的朋友 熟羊朋友 今年因為沖太歲 羊和牛是沖得正 對 羊和牛沖得正 所以他就會有一些 去年熟馬朋友的狀況 例如很多變化 很多變動 搬屋轉工等等 還有就是 當疫情完畢之後 盡可能去一下旅行 叫應一下數 甚至乎 例如星期六日放假等等 你都可以說 去一下離島 去一下離島 四處去玩一下 是不是真的要應了衝者洞也 是呀 因為最好就應了這條數 要不然就輪到太歲去 叫做動你 哈哈 就是千萬不要 放假走山 而他的吉星方面 有象星和學堂 空星有天虛伏兵和天月 這個天月是月亮那個月 就不是我剛才說的天月貴人 天月貴人就是甲月那個月 先說一下 象星是和紀律部隊 和一些藍領職業有關的 顧名思義 即是說他的發揮會發揮得很好 於是在技術方面 就會特別比別人聰明一點 當然也會得到權力和聲望的提升 學堂星是一個文昌星來的 講功名利錄 不單對學業有成 甚至乎你本身已經在做事 想再進修也很適合 即是或者再讀上去 譬如你讀完Degree 可以再讀Master 對於自己工作方面的 專業的知識 你也可以特別去多些了解 擺多些時間 天虛這顆星 是一些虛幻不實在的東西 所以很多時候 人會有很多想法 很多想法 還有容易鑽牛角尖 還有可能會發八日夢 即是算不算是天馬行空的想法 是的 會是的 所以今年可以試試打坐 或者靜下來 讓自己不要太多想法 即是清醒一點 另外伏兵說 容易被人暗算中傷 這些字面 這些星的名字 改得非常好 怎樣伏兵呢 即是譬如平時 有些人都是沒事的 蕭奇奇放毒蛇 那些真的要小心 容易被人埋伏 那做事真的要小心 是的 工作方面 人事方面都是 可能有人 表面對你很好 但其實他背後 可能在說你不好的話 另外伏兵這件事 也會令到很多時候 工作方面 工作方面 因為有些資質出現了 拖延了 受制了 其實我也想問 不好意思 這個話 不是那麼多人喜歡聽 譬如說 伏兵 會不會是 譬如他晚上出街 轉角位 那些靜的行行 都要小心 都可以這樣說 怕是治安 或者怕被人打劫 那些 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淑陽 尤其是新年的時候 是的 真的要小心 另外 天穴這顆星 是一顆 食藥的星 啊 竟然是食藥 是的 通常他就是 先有些病痛 然後再認了食藥 這個數 就是長期病患 當然 我們也可以叫做 好的認數 好的認數 就是可以 吃一些保健食品 或者 喝多些 中藥性 比較重 那些藥線 藥線湯水 藥線湯水 這樣 就叫做 好的認數 哦 我也先試一下 真的OK 輪到 屬候的朋友 屬候朋友 今年有天喜 反而事業愛情都OK 不錯的 記住 工作方面可以盡情發揮 還有愛情方面 更加可以感上天花 是的 天喜其實以前 就說 煮新肉 蛤 那不是很嚴重 簡單來說 我們就說 有喜事 哦 有喜事 叫什麼一喜擋三災 是的 尤其是 如果你做的工作 跟婚嫁 或者婚禮的MC等等 你今年的工作 也會特別好 哦 因為我所知 屬候 都是 數回之前幾年 都是比較寂寞 沒有什麼拍拖 可能今年有機會有心儀對象 是的 就是沒有拍拖 正常一點 都會有對象出現 那挺好 真的不錯 農德方面 這個代表一個貴人星 代表可以得到別人的認同 所以很多方面 你發揮都可以盡情去做 會有很多貴人去提攜你 給你機會 但是 就要小心 因為有一顆天形星 這顆天形星 可能會戒傷 撞傷 跌傷 這些星 如果這樣 例如有些 弄傷的損失 是否可以有洗牙 那些發覺 可以去捐血洗牙 去認了數據 應該要捐血 呼籲一下 因為現在的血褲 真的很空虛 不夠血 如果大家可以的身體狀況 許可 其實都可以捐血 也好 另外天形星這顆星 也在說一個刑罰 所以 不要亂拋垃圾 小心泊車 小心泊車 不要衝紅燈 過馬路也是 要小心 最近都抄得很厲害 還有一顆叫灰光 知不知道灰光是甚麼 灰光就是 我記得灰光的意思 就是灰光真的站得很硬 是的 簡直是一度降門 別人跟你說話你是不聽的 硬淨 是 以前我們說灰光命 就是那條命很硬 硬淨 就算遇到幾大的意外 都可以順利過渡到 不會有生命危險 當然 如果去到榴槤的灰光 這顆星 它在說性格方面會比較硬淨 不聽別人的意見 會比較主觀 不接納別人 所以人際關係那裡首先要注意 就是灰光它也有一個優點 就是無論你遇到幾大的意外 都可以過渡得到 即是會幫你擋了 是的 但又要聽別人說 接著就輪到了 新潮熟雞 之前阿祖拿你也有說過 熟雞會不會特別好 牛雞蛇 因為蛇又旺 因為熟雞朋友 和今年熟牛的太歲 就是三合 並且剛好在今年 吉星它是特別多 六傳星 天官 四顆吉星 奉角 歷史空星 只是有一顆 所以就這樣看 那些星的分佈 我們都可以知道 熟雞朋友 都不錯的 那今年也是 可以得到太歲之助 所有事情都可以很輕鬆 安然地度過 還有呢 對一些人際關係 還有應酬的職業 也都會特別有幫助 六傳星 這顆星 有一個消災解壓的能力 還有它也都有 對財運有利 的一顆星來的 所以這顆星 是非常之受歡迎的 即是福六壽 那事業都好 事業都會好的 因為它都主宰主 你由工作方面 得到的人工 或者commission 花紅那些 就會偏多 還有六傳這顆星很好的 它除了講財之外 它還有一個穩定的意思 當面對其他空星底下 它都會起到一個 抵消制衡的作用 即是可能疫情底下 很多行業都有受牽連 可能它會好一點點 是 沒錯 然後到天官這顆星 我們經常聽到 天官赐福 簡單來說 天官是 紫微皇帝身邊的一位 仲神來的 專門賜福給一些市民 所以得到天官的庇佑 很多時候做事都很容易成功 還有容易有貴人幫忙 官雲亨通等等 即是做官的都不錯 官場上的人都很好 甚至乎一些管理階層的朋友 也都很適合 還有一顆星 鳳角這顆星 是一個小小的貴人星 會不會是女人呢 通常鳳角都會有這個意味 龍池鳳角都有個性別的分別 鳳角會比較多一些才藝的發揮 所以如果你的行業是跟你的才華有關的 也都很適合 今年會有一個突破性的進步 會不會是演藝界女明星會賺錢多些 是啊 如果她還是熟雞的 受觀眾緣 噢 接著有一顆歷史的這顆星 在講的是權勢和一個策劃的能力 也都可以掌權的 尤其是這個歷史代表一些 就是你工作要很出力的工作 噢 也都可以 就是剛才我們看過的紀律部隊 就是消防員或者救護員 就是很多時候都是要親手下去做 下手下腳做的工作是特別受到 就是運輸搬運 是都可以的 其實這些行業真的OK 接下來這年 是的 當然她也有一顆不好的星 只不過是一顆叫非廉的星 講的是她容易比較獨斷 不同人妥協 變成容易被人排斥 因為她自己今年發揮得都不錯 所以最重要是注意 不要過度去展示自己的才華 就是可能她迷了下去 因為太順了 她迷了下去就可以覺得 我又是管理階層 指來指去 就可能忽略了某些人際關係 好了輪到新潮屬狗 咦 狗又是充 是的 屬狗我們叫做形態稅 形態稅通常是跟六親關係 或者跟身邊的伴侶人際關係 會有一些問題產生 即是變得感情會刪梭 只要注意這方面就可以 因為形態稅相對 會比充態稅輕了一點 我曾經有一個看風水的人跟我說過 他說形的意思 總是煙煙門門 總是大家看到對方都不舒服 但又說不到什麼 那些 即是怎樣 即是好像大家有心病 那類感覺是不是 在術書裡面 我們有句說話 就說形必損六親 這個意思 所以通常都是一些 人際關係感情方面出了問題 即是可能婆媳關係 或者自己跟媽媽吵 家人那些 兄弟姊妹那些 都要留心 然後到屬狗朋友 他的吉星空星方面是怎樣 就是分別有天德 青龍 攀安 空星老是有個 慶仰和寡叔 熟狗的朋友 天德這顆 主福氣和機遇 所以很多時候 會有一些小小的機會 從天而降 幫到你的 會受人賞識 會提供一些不錯的職業 或者崗位給你 所以 可以接受一下 別人的建議 或者提示 去發展你的工作 青龍這顆星 說的是一個 性格會穩重 很穩陣 還有一個人會很有禮貌的 這個星 今年也會交由港府 還有會孝順父母 並且青龍說明 就是和男性貴人有關 所以工作方面也要注意一下 如果剛好你接觸的客戶 是男性的話 今年來說 你的工作發揮會特別好些 攀安 這顆星是公明利錄 不過由於這顆星 比較次一等 所以作用力 就沒有其他貴人 星那麼強 攀安星 並且 除了公明利錄之外 也會和一些學術 學業有關的 可以得到一個成績上的攀升 這樣的意思 再下去 瓊陽星 瓊陽星 我經常跟學生說 你記住 好像一些刀刀劍劍 瓊陽都是不好的星 因為牠過眼 很多時候過剛則節 即是硬拼 喜歡和人硬拼 很多時候太表露自己 沒有別人的感受 即是不喜歡就罵人 或者太直 太直 另外一顆星是寡宿星 寡宿星 通常我們說 男怕孤 女怕寡 所以尤其是針對 狗女的心靈空虛 會比較強烈 其實寡宿星 我以前認識 有個風水婆說 寡宿星的意思 就是一個人睡覺 舉例 熟狗有不同年齡層 譬如年紀大 她那次跟我說 這樣行不行得通 我想請教你 譬如兩夫婦 有些人是同年 同生肖 或者怎樣 是不是分開睡會好些 還是怎樣 今年都會容易 有一些分開睡的事情 或者 就算兩個人 同床異夢 即是同一齊睡 即沒有話說 都好像沒有話說 大家好像沒有話題 大家各有各自為政 都是要留意 因為有時候這樣 大家會有損關係 沒有溝通 所以盡可能大家發掘一下 互相的興趣 或者相同的話題 即是放假去一下街 不要太悶 大家就要留意一下 熟狗的朋友 我們去到最後一個生肖 就是熟豬 熟豬 熟豬 它的吉星有天馬 幼拔 木浴 金魚 天霧 空星方面 只有一個小號 不錯 只有一個 所以相對來說 除了太歲相合的生肖之外 我覺得熟豬的朋友 都可以排第二、三個位置 因為它的吉星好像有五顆 都不錯 其他那些好像只有四顆 它都幾多 它相對會偏向多些 熟豬真是不錯 相對 天馬這顆星 是變動 其實它跟逆馬星很相似 四處走動 東濱西走 或者會容易搬屋 這樣的情況 如果工作 如果是屬於靜態的工作 今年會比較奔波 但如果你屬於 譬如是東濱西走 去計劍頭的那些工作 你的收入反而會多了很多 那即是送外賣 物流那些都很開心 那些不是的 即是很興旺 然後又拔星說 會比較指明了 是女性的貴人 同輩的助力 所以變成豬仔豬女 如果今年來講 它遇到任何的問題 難關方面 可以找一些 同輩 不過說明就是女性的 去請教一下意見 去問一下有什麼 可以解決的方法 即是一些閨密 同學 是的 然後有一顆星 就是沐浴星 沐浴星 即是怎樣洗澡 豬仔喜歡洗澡 當然 這顆沐浴星 我們意味就是 容易有脫衣脫褲的事情 Oh my god 即是又是一個偏圖化星 即是小心 放心 它那個空性 沒有咸詞那麼重要 哦 沐浴說明 容易有些曖昧關係 或者有些身體接觸的感情出現 變成容易來者不拒 哇 真的要小心 所以小心 變成多角戀 但是其實 反過來沐浴 可不可以想到 有一個意思 就是說 今年的人 比較吸引力 吸引力大些 是的 如目春風 是可不可以 吸引力 會自然 會招到一些桃花 狂風浪天 是的 但是小心 因為很多時候 你想想 沐浴再加上幼拔 所以尤其是 豬男 豬仔 豬仔方面 會特別強一點 那個桃花 嘩 厲害 是的 好 接著就是一個金魚的吉星 金魚這顆星 其實就是講的是 古時 皇帝身邊 就負責年尾 就派鳳禄 或者套鳳禄 去給各大朝中的大臣 所以這個 亦都是等於 一個 裝滿了財寶的馬車 哦 這樣挺好 變成財運 是非常之好 寓意 豐收的意思 另外 天無這顆星 是講一些學術 但是學術方面 它是比較 譬如 宗教的學術 我們以前 中醫 中醫的學術 或者 術素原學的學術 都是叫做天無 即是醫博星相 是的 當然 現代我們 譬如新心靈 亦都可以歸類 進入天無這個行業 即是能量 即是比較偏少少 或者周邊少少的 即不是本科 並非一些 譬如大學的學科等等 即是非本科 除了宗教學 所以 天無在這方面 會特別有一個發揮能力 還有一個好奇 學習能力 但是 有一個缺點 就是天無升 他比較 就是 對於一個承擔責任的能力 會比較 有時候會避 哦 即是不是這麼想承擔責任 是啊 怕做一些領導的角色 哦 即是如果 豬仔豬女 今年有人叫你升 那可能 他說 哎呀我不升 會有一種 不敢擔大棋 噢 噢 剩下一顆 就是 小小的小號聲 噢 即是小小花錢 小破財 所以 鑽仔豬女 若人吃飯 你可以 壞些說 便宜的 你們就主動出錢 這樣就可以了 或者自己買 自己想買的東西 喜歡的東西 小破財 即是變成應素 或者請我去喝茶 哈哈 請我們主持喝茶 是啊 這個 我們 十二新潮 我講完 題外話 其實 本來我和 祖娜 想在2020年 搞一些粉絲聚會 去回應我們的節目主題 可惜疫情關係 所以這個想法 可能要到2021年 我們看看哪一集公佈一下 是啊 我都想搞一下 因為現在我轉了 我沒有回夜間 我回早間 因為我從16年做到現在都4年 是啊 我從12年講鬼故 到現在都講了8年鬼故 即是我們一次過 一次都沒有搞過任何粉絲聚會 等等 是啊 其實說真的 我做了這麼久 我17年來幫花生台首 很感謝你邀請我 因為這個節目我也得著了很多 有些粉絲做我的朋友 有個粉絲幫我搬家 竟然幫我搬家 另外還有一個粉絲 現在我和他一起做事 另外有個粉絲救了我命 即是他的師兄 救了我命 雖然2019年中 到2020年的9月份 雖然被人追殺 叫做撿命 叫做師號無損 多謝感恩各位菩薩 各位道卿 師兄幫忙 都覺得好像真的欠了個粉絲 疫情之後想一想 最緊要大家真的齊齊整整 好 我們下一節就講風水 還有這個家居擺設 家居擺設